欢迎回来 马云九总统今天一早9点钟就现身在新北市板桥出席台湾电信龙头云端资料中心的动土典礼 他也希望新北市目前积极发展的云端聚落 未来能够吸引外商投资潮 不过媒体的焦点都是在这个没有出席新北市朱立伦市长的身上 因为呢日前朱立伦的岳父高玉仁公开批评马政府施政无能一说 近两天来在政坛上发笑 也让高玉仁的女婿朱立伦意外成为政治焦点 在总统平等下产下第一产 耗资130亿元的中华电信板桥IDC云端资料中心 一大早风光动土 总统马云九对台湾云端产业充满信心 也向中华电信喊话降价 我相信我这个建成之后呢 一定有更多的外商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来台湾投资 我们也希望中华电信在各方面都能进步 尤其是在价格方面更有竞争力 希望能够奠定台湾成为亚太应酬 资讯中心的枢纽地位 仅邻中华电信6500平IDC云端资料中心 证交所资料中心1850平 上星期才刚动工 不到几个路口远东通讯园区就在旁边 新北市积极发展云端聚落 但怎么总统立临新北市大家长朱立伦 却不见踪影 总统笑而不答 原因就是两天前朱立伦岳父 前台湾省议会议长高玉仁 公开批评马政府执政无能 让政府回应 民主最重要是容忍其见 马总统近来民调低落 屡遭党内批评 作为台湾执政者也只能虚信接受 新台南在电视成为姚张之轩 台湾新北市报道